第1142集 都给我安分点 这时 引发男子又一次开口 暗含警告的意味 且他脚下的硬无敌闷哼 面孔都扭曲了 被一只脚踩着 可以说是饱受屈辱 他是什么人 雅仙族的传人 今天居然被人用脚踩在脸堂上 太过分了 还没有人敢这么遮辱该族 容我说完话 不然我先一脚踩死他 这个引发人冷淡说道 真是庄徐三 你以为是天地气韵 加持在身的当事主角啊 命运之子啊 这种做派 不是真的要逆天 就是要被人打死 欧阳峰在那里咕弄 冷笑连连 尽管感觉这个人的确很可怖 实力强大的过分 但是 依旧觉得 他这也是在作死 引起众怒 我叫罗尚 来自混沌宇宙中的天神功 为天神一脉核心嫡系子弟 这个身材奇长 十分高调的引发男子自我介绍 讲述自身的来头 多日水引发在场的人一阵吃惊 这是混沌天神功的人果然来自欲外宇宙 楚风瞳孔悠悠 摆这么大的谱 我还以为是杨坚大能的子弟呢 事实上 他非常不满 此人太恶劣了 行事霸道 这样折辱硬无敌 灭视阴间宇宙所有天才 实在是太嚣张了 凭你居然也知道杨坚 了解那些大能子弟 井底之蛙 还是少些猜测吧 附近许多人都恶然了 低声议论起来 虽然敌视楚风 但是现在他们更厌恶眼前这个人恨不得 有人立刻压制他 嘴巴倒是很阴损啊 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就过来 我保证一巴掌拍死你 当下最要紧的就是 救出硬无敌 楚风觉得这个小舅子有些可怜 欧阳风也气愤不过 我记得天神族是金毛 你怎么满头白毛 这是变肿了 还是血统不纯的 他这是变着法子骂罗上是杂肿 因为他太不爽这个人了 你们这是作死呢 懂 罗上轻慢的扫尸一眼 不过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们 一会儿再与尔等计较 他转身 看向大梦净土的一干长老露出歹笑 今日听闻大梦净土招亲 特来一世 他表明来意 对于净土的人倒也没有怎么太不敬 毕竟他是怀着目的性而来 而后他看向秦洛伊 仙子可愿与我去混沌宇宙 进天神宫 不愿 请罗因简简单单 干脆而直接的拒绝 倒也有几分烈性与野性 竟敢这么干脆的拒绝我 罗上看向大梦净土的张者 各位 你们怎么看 这片宇宙的天才都太废物 皆是我手下败将 所以我来求亲 他有底气 深知这片宇宙的虚实 所有圣人以上的高手都走了 进入混沌中的残破宇宙内 在那里争夺神尾 都进入战神宫区域了 包括他们天神宫 以及混沌宇宙中 其他各方大势力 也都在全力以赴 想哄开战神宫 获取神尾 据传 除了神尾外 还有其他果位可以继承 让各族都要疯狂了 他这一次 艰险而困难重重的穿越混沌古路 来到这片宇宙 有恃无恐 就是想来这片空虚之地 收割一些机缘 至于所谓的绝世利人 自然也是顺手带走 几位前辈 你们觉得呢 罗尚再次开口 询问大梦净土的重要长老 同时他声音略微提高 前段时间 我族的罗世荣 作为使者 行走在阴间宇宙 可结果却在大梦净土的试炼中出事 哪怕他不是核心嫡系成员 但也不能平白死去 这算是警告 声音中带着冷力 大梦净土的人 顿时一灵 有些长老一下子心神不宁 无论如何 他们觉得多半惹不起混沌天神功 眼下很棘手 该族一名真正出色的天才登门 现在看来 罗世荣作为使者也算很强 但是远比不上最核心的嫡系 秦仙子 你看看这里 阴间宇宙所谓的天才 到底有多弱 太差劲了 都是废物 我想你如果跟我去混沌宇宙 就再也不想回来了 那里的资源与修炼环境 远剩这里 没兴趣 秦洛因语气冷淡 都没有看他一眼 就再次拒绝 这时硬小小抹掉眼泪 你放开我哥哥 我就是混沌天神功的吗 我们是亚仙族的人 混沌中 你有我们的祖地 你敢这样折入我族 到时候 你混沌天神功 也别想好过 罗上深改意外 是吗 居然是亚仙族的人 不过你们又不是混沌中 折仙枯的人 没什么大不了 说到这里 他低头俯视着硬无敌 亚仙族 有意思 在混沌宇宙中经常激斗 跟我们是竞争关系 阴间的你们 太弱了 然后他再次看向秦洛伊 我记得你们大孟净土说过 谁最强 谁能击败楚风与所有人 谁就是秦仙子的道理 今天我站在这里 看哪一个能过我这一关 我非要带走你 或看谁能阻我 大孟净土 有少数几个长老非常易动 想要说话 选楚风大魔头为秦洛因道理的话 或许还不如选此人 毕竟北京太可怕 但是更多的长老冷漠阻止了这几名长老 我就是楚风 你心中对秦仙子有想法 并且想要在这里力压群雄 独占凹头 那么 先过我这一关 楚风平淡的说着 并没有去刺激他 也不曾言语激烈的嘲讽 就是想平安救下硬无敌 最终 罗上眼神森冷盯住楚风 并一脚将硬无敌踢得飞了起来 体内骨骼劈啪响个不停 断了很多根 他下脚很重 差点将硬无敌踢爆 楚风第一时间冲了上去 接住硬无敌 迅速的注入磅礴的生命能量 帮他稳住伤势 此时 罗上阴冷的喝道 楚风 你这孽处 你们地球攻克我们在这片阴间宇宙的族人聚居地 听闻你是这一代中人的祸害 杀了阴间宇宙天神族不少人 挡猪 楚风在笑 多少有些冷酷 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了 也再不用偷熟忌器 你知道我就好 说实话 你们天神族算个屁 都快让我们灭了 混沌天神功来人又如何 跟我注定是死敌 听说你们那边的人由于法则的限制 很难介入阴间宇宙 你这个地老鼠是怎么钻过来的 楚风这种轻蔑的神色以及无所顾忌的话语顿时激怒罗上 找死 这个宇宙的天才都是废物 不可以一击 也敢跟我大言不惭 尤其是你这个不知死活的魔头 我一直在找你呢 去死 罗上大猴轰的打出一拳 银色光芒爆发 宛若一片汪洋起伏 带着恐怖的能量拍戒而来 楚风凌然 刹那躲避出去 他彻底变色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